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關這個子類的敘述 子類是由醇跟酸子化而成的 我們看A選項 他是由糖類和有機酸反應會產生子和水的錯 不是糖類,是醇類 像甲醇、乙醇、丙醇那種 我們看B選項 子類化物具有香味 這個對,什麼香蕉油 它有香味沒錯 我們看C選項 酒放久了,可產生子類而更香 這個對 因為這個酒就是酒精 你酒精放久了,有一些會變成醋 就是變成酸 醋酸是其中一種 比如說酒是乙醇 乙醇放久了以後會產生一些醋酸 醋酸跟酒精 它經過酯化以後 又會產生乙酸乙酸 乙酸乙酸乙酸會有香味 所以酒的話,它可以越醇 越放越香 這樣看第一選項 廚房的食用油是一種子類 這個對 所以有的話就是 它分子比值更大 它分子就是大分子的這個 比較大分子的那個子 那個我們唱會油 所以這個 廚房的食用油是一種子類 這個是對的 所以不對的就是B 不對的就是A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A